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 出席韩美安保会议 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讨论暂停举行联合军演等议题 双方早前原则上同意 暂停原定12月举行的 警惕王牌联合演习 韩国媒体报道 会议将讨论在暂停军演情况下 如何维持韩美联合防卫能力的方案 郑景斗早前表示 会提出由韩国军方单独进行演习等方案 会议又会初步确定 美军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框架方案 报道指 方案包括韩美联合司令部继续维持现有形式 由韩军将领出任司令 美军将领出任副司令 美军原定在2015年向韩军移交指挥权 但因为半岛局势紧张而推迟 另一方面 韩国外交部表示 外长康金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时强调 基于韩美紧密的合作关系 与促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及韩潮关系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十分必要 双方还讨论到完全无核化 及构建永久和平机制的方案 蓬佩奥在通话中承诺 美方愿同韩方共享与朝鲜后续磋商动向 并将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合作 另外韩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在11月6号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 会到纽约或华盛顿与蓬佩奥会面 讨论无核化进程及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安排 金英哲在今年5月 曾到美国与蓬佩奥会面 商讨第一次美朝峰会的细节 蓬佩奥访问朝鲜期间两人也多次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 第二次美朝峰会的举行地点有三至四个选项 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早前就表示 第二次美朝峰会可能在明年初登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朝中社30号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今年第三次视察了正在大局修建的 三池渊峻的施工现场 金正恩冒雪在现场视察 他表示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多数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他指示要世人为己建设一流的建筑 要继续营造社会氛围 全国上下积极帮助三池渊峻建设 金正恩又说 内阁和三池渊峻建设指挥部计划 把项目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争取到2021年完工 这和劳动党的意愿不符 劳动党希望分三个阶段 在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期完成 金正恩指示 应该在建党75周年的2020年的10月之前 提前完成三池渊峻总建设计划 下午要提邀请时事评员邱晨海先生 我们做进一幕的点评分析 邱晨你好 你好 吴杰 邱晨我们看到 韩美双方即将商讨暂停举行联合军演 以及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另外美朝的官员 据报也将举行会议讨论第二次的美朝峰会 您对于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何分析 我现在是相对在逐渐的趋于乐观 因为我们知道 经过三次的朝鲜峰会 加上一次的6月12号的美朝峰会之后 最近半年以来 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胶着 我觉得它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现在老说 依然没有非常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呢 我说朝鲜半岛局势 现在在向了一个 在正确的轨道上 在谨慎闲行 你比如说像这次美韩商讨 暂停军事演习 我认为怎么称之它呢 我认为可以把它称之为 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象征举动 首先它是一个象征举动 它任何时候都可以恢复的 对吧 暂停 但是它是一个有实质意的 因为过去坦率地讲 在美韩朝三方之间 无论朝鲜怎么呼吁 无论我们各方怎么认为 美韩就是要去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这个老实说 就是不端端的 是让朝鲜干了鲁莽在位 是一个吃力他神经的一个举动 那么这次美韩之间 能够商讨 暂停军事演习 我认为这是一个实质性的举动 虽然它只是一个象征意义 大于是记忆 但是至少是显示的 美韩之间的一种诚意 我们打引号说诚意 也显示的美朝韩三方 在最近刚才我说的 无论是三次的 这个朝鲜峰会还是一次的美朝峰会 未来还有很多次 在这半年过程当中 在三方之间 尤其是美韩无一方 朝鲜无另一方之间 建立了某种的战略信任 那么所以我称之为 现在是朝鲜半岛局势 在正确的道路上 谨慎的前行 这种方向 速度 以及它的方式 我个人还是从原来的谨慎乐观 到现在慢慢的去 比较乐观的一种态度 当然未来 老实说这个后面 道路上还是有很多障碍 那么很多障碍 各方是要抱着很大的诚意 抱着很大的战略上的一些智慧 同时技术上的细节 有魔鬼都在细节里面 慢慢的一个一个去搬出 尤其在这个中间 作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评论员 我还是要提出 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尤其是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 会见 好的 非常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来自于中美洲的偷渡大军 目前兵分三路北上 美国军方严正以待 美国防部确认将会在本周中内 增派超过5000人的部队 到西南部阶长墨西哥的边境 防范偷渡大军的越境 澳湘内西指出 为数800人的部队 已在去往德州的路上 加上这次的增兵 比之前预估的800至1000人 高出数倍 规模可与派驻伊拉克部队相比 这些边境部队都将携带武器 军方早前不愿评论增兵的确实数字 有分析认为 军方不想在下周中期选举之前 涉足这种高度政治化事件 北上的中美洲偷渡大军 目前主要分成三批 其中一批主要是洪都拉斯的难民 29号涉水渡过苏恰特河 从威蒂玛拉进入墨西哥 墨西哥军方直升飞机 在上空低飞 试图驱赶他们 但始终阻止不了大军前进 难民办事处 以加强安全戒备 州政府预备了七个难民营 目前只用了一个 这批难民早前强行冲过 威蒂玛拉关卡 安全部队发射橡胶子弹 造成一人死亡 另外两支偷渡大军 一批超过三百人 刚离开萨尔瓦多 另一批约三千五百 至七千名洪都拉斯人 已抵达墨西哥南部 瓦哈卡州 当局表示 很多人发烧或患上呼吸道疾病 同行的有约两千名儿童 急需保护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 呼吁偷渡大军回头 形容这是入侵美国 所以军队会在边境守候 又批评队伍混进了坏人 与黑帮分子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强调 总统首要工作 是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他将采取一切措施 达到这个目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 美国匹斯堡犹太教堂 造成11人死亡 枪击案的后续消息 一犯鲍尔斯 一共被控29项罪名 检察官寻求判处他死刑 那么另外呢 在北卡罗莱纳州29号 发生了一起高中生 校园枪杀同学的案件 中枪的学生 送医之后 已经救治身亡 46岁白人嫌犯鲍尔斯 29号在当地联邦法院 首度出庭应讯 他案发当天跟警方交火 受枪伤 在警方押戒下 坐着轮椅到法庭 鲍尔斯被控29项罪名 包括11起谋杀罪 以及多项仇恨罪 鲍尔斯在庭上甚少发言 法官排期1号再聆讯 宾夕法尼亚州检察官 正向司法部寻求批准 寻求判处他最高刑罚死刑 鲍尔斯27号早上持枪 传入匹兹堡一间犹太会堂 当时教堂内正在举行安息日崇拜 他开枪杀死11人 另有6人受伤 他被捕后接受警方问话时提到 实习是希望所有犹太人去死 此外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29号 也发生一起枪击案 一名高中生在校园 涉嫌枪杀同学被捕 事发在夏洛特市郊一间高中 两名男生周一上课前打架 其中16岁的卡飞 突然取出手枪 向同学开枪 情况很快受控 没有其他人员受伤 中枪的男生送往医院抢救后不治 当局正追查手枪来源 并会解释校园保安程序 方会是综合报道 美国前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大力抨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枪击事件做出的言论 布隆伯格被指有意在2020年进逐总统宝座 而外界认为如果他决定参选 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和特朗普批敌的人 76岁的美国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早前宣布将选民登记资料更改为民主党籍 从无党籍人士重投民主党阵营 外界推测布隆伯格有意在2020年问定白宫 不过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我正在这国内讨论人们去到最多的地方 讨论人们去到最多的地方 看看什么在他们的心里 我认为我的经验 我可以帮助他们去到最多的地方 然后证明他们去到最正的地方 这名亿万富豪在这次的中期选举 豪制一亿美元支持民主党人 希望协助他们重夺国会控制权 监察特朗普施政 而对于特朗普今日就匹斯堡枪击事件的回应 布隆伯格批评 特朗普身为美国总统 不能以霸凌的姿态 开玩笑激怒民众 甚至是讲他的竞选承诺 布隆卫视综合报道 印尼狮子航空的客机在昨天遭遇了空难 那当局预计机上的189人 无人生还 目前搜救人员正在位于 印尼丹荣不禄港的救援中心 进行善后的工作 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试航一架载航一架 加有189人的国内航班于当地时间29号早上6点20飞从雅加达起飞 前往邦加滨港 但在起飞13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 飞机随后被确认坠海 印尼当局随即展开搜救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印尼雅加达单荣不禄港的现场画面 搜救队在海上打捞起的客机残骸碎片遇难者遗物 以及遇难者的遗体都会先送到这个港口 据印尼媒体报道 昨天晚上有9代尸块被送到当地的警察医院 等待检验 在现场 在现场有许多的记者正在密切关注搜救工作的进行 印尼国家搜救局官员29号表示 失势的印尼诗航公司客机上的189人恐怕已经全部遇难 印尼国家搜救局搜救主任阿吉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搜救工作重点是努力搜寻幸存者 但是截至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幸存者 也没有找到飞机机身及黑匣子 阿吉还表示搜救人员已经打捞出多具不完整的遇难者遗体 并将遗体送往印尼国家警察医院进行身份验证 继续关心的是沙特记者卡书局遇遇害案的相关调查 沙特总检察长29号与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会面 不过双方不欢而散 另外卡书级的未婚妻也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表示失望 呼吁她协助揭开真相 卡书级的未婚妻建吉兹29号在伦敦出席卡书级的追悼会 建吉兹讲话时仍难掩不舍之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明 不会停止对沙特拉伯授务 强调交易创造50万个工作岗位 建吉兹批评特朗普建立妄议 帮助沙特隐瞒真相 建吉兹接受访问时重申 要根据国际法审讯和惩处所有责任人 她强调事件在沙特总领馆内发生 沙特政府负有最终责任 需要做出解释 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至今没有接触过她 也没有挚爱 调查方面沙特总检察长穆吉普 29号在伊斯坦布尔 同当地首席检察官菲丹 进行了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谈 沙特要求土方提供调查证据 声明和监控画面等全部文件 土耳其则要求沙特引渡18名嫌疑人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土方对会面并不满意 希望沙特付出更多 佛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29号在菲律宾新闻发布会上 关于同菲律宾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发言 在菲律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菲律宾外交部长表示不会缺席 而菲律宾贸易及工业部长 更是对于相关的项目表示期待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同菲律宾新任外长洛青 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王毅表示 菲律宾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他便表示 中国将积极对接各自的全方位的发展战略 菲律宾将坚定支持菲律宾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 菲律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疏敏 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方将与对方积极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 为菲律宾的经济提供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支持 菲律宾外长洛青也表示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道路上 菲律宾不会缺席 一带一路已成为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菲律宾贸易及工业部长拉门洛佩斯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 对中非关系和一带一路发展有着很好的愿景 中非一带水的邻居关系 再加上一带一路可以说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强势镜头已经展现 中非通过双赢共建的合作 已将成为东盟区域整体从中国链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和机遇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菲律宾 玛尼拉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看财经消息 欢迎回来 受避嫌买盘支持 美元对主要货币走强 拖累人民币中间价周二跌到了2008年5月以来的最低 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所开出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9574 较上一交易日下调了197个基点 集期货价小幅高开之后一度跌破6.97关口 不过随后在岸和离岸货价双双出现拉升 回到6.97以上水平 内地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今天的头版文章指出 尽管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 但中国国际收支 总体保持基本平衡格局短期不会变 当局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形势变化 人民币汇率首度7将是大概率事件 亚太区股市今天普遍向好 尽管隔夜美股大幅波动 但是亚太区主要市场都呈现平稳走势 目前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台湾股市都录得温和涨幅 内地A股早段低开后持续下行 不过临近5盘包括了券商以及银行等板块拉升 也带动大盘翻红 上站综合指数在中午报2560点 上涨18点涨幅超过0.7% 半日成交为885亿元人民币 深层值也收涨0.18% 7,335点半日成交898亿元人民币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则是在平盘附近反复偏软 内地A股回升一度带动了横指翻红 不过无法守住涨势 横指中午收盘以小跌42点作收 收报24769点 中国证监会的微博在周二刊登声明表示 将会减少对于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 引导更多中量的中长期资金进入到市场 声明表示证监会近阶段的工作包括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 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 创造条件 鼓励上市公司展开回购和并购重组 另外 证监会将会减少交易阻力 增强市场流动性 减少对于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 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期待 同时 鼓励价值投资 发挥保险 社保 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和资管产品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引导更多增量中长期资金进入到市场 规模全球第一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表示 未来十年将持续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另外 根据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外国投资者开始转销中国资产 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行政总裁史林斯塔德 周一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 未来十年将持续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他表示 目前基金在中国的投资相当少 只有250亿美元左右 而对美国的投资则占据基金投资组合的将近一半 史林斯塔德表示 随着大型指数供应商和大型投资机构 把中国和亚洲地区纳入到主要指数中 基金将可能增加对中国和亚洲地区股票的投资 另外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发布研究报告称 近期外国投资者开始转向中国资产 报告表示 相比中国经济规模 地位和金融资产 大多数全球投资者的中国资产持有量不足 随着中国采取措施 提高中国市场的对外吸引力 全球主要指数也逐步纳入中国资产 报告称 中国股市和债市规模庞大 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报告也指出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 经济基本面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相对较低 对全球投资者而言 中国资产提供了独特的风散化收益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29号 在广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开展主题活动 主要向旅客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交通工具的演变 传统的登机音乐变成耳熟能香的老歌 客舱内粘贴上交通工具变迁的老照片 四位1978年出生的乘务员 身着不同年代的空城制服 在客舱内为旅客服务 南航在29号 会从广州飞往北京航班上的旅客 展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出行方式的巨大变迁 40年前 极少部分的民众才有资格坐飞机 如今飞机已经成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航运输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截至2017年底 全行业累计完成旅客运输量5.5亿人次 是1978年的239倍 旅客周转量在国家综合交通体系中的比重 从1978年的1.6% 上升到2017年的29% 机场数量在40年内增长了约3倍 南航在1993年正式独立运营 当时只有79架飞机 如今南航机队规模突破800架 居亚洲第一 全球第三 开辟航线超过1100条 目前南航正在建设广州北京双枢纽 到2025年预计投放250架飞机 建设覆盖国际国内的航线网络 凤凰卫视陈文旭宇丹 综合报道 感谢各位大成今天的凤凰舞节特快 再会 再会